好 那麼 郭台銘昨天去看王金平 我覺得郭台銘 他們很會挑 這句話是昨天我看的 不禁一笑 最好笑的 因為郭台銘 4年前 2019 他那時候初選 然後他 後來把黨政退回 把黨政退回 現在要回來 總要說明一下為什麼 至少要有一個交代 他的講法就是四年以前 年輕氣盛 一時衝動 大家可能年輕朋友會覺得說 那是哪年輕 可是真的 100歲的時候我看96歲 他覺得他自9歲還是年輕的 我講真的 我現在有些朋友他們不想照相 跟我以前年輕比方 我現在照相不好看 我說你照吧 你十年以後再回頭看 你覺得當時怎麼那麼年輕 當然是這樣 人當然會老 你看之前的當然覺得年輕 所以郭台銘 沒錯 他現在看四年前 他年輕 年輕繼盛 對不對 而且一時衝動 現在經過這四年 比較老成持重 穩重 這有可能 對他來講其實沒錯 實際上他當時為什麼 去拒毀黨政 就是因為他生氣 為什麼生氣 因為據說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 所以連戰邀集了一批 二三十個人在爆上登廣告 罵他 罵他 也沒有罵 就是勸他 小以大意 小以大意 對不對 但那33裡面有不少是 他記著說 當時勸他出來選舉的 當時你們叫我選 對不對 但那些人也有道理 就是我當天選 你現在參加初選 你現在沒有勝出 你就願賭服輸 你就支持提名的人 但他後來他也沒有出來 他也沒有去扯後退 其實也沒有了 他就是好吧 你去選 你就選 他就不管這個事情了 所以他當時 的確我想是一時氣氾 你們這些人當時支持我 叫我出來 現在居然還在爆上登報 把黨政退回了 所以年輕氣盛 一時衝動 但是現在如果 國家需要我 國民黨需要我 意不容辭 他覺得我還可以盡力支持 問題就是 國民黨支持的滿不難 國民黨支持也很多 有買單有不買單的 因為他本來就有 各種不同支持者 另外有沒有可能郭柯沛 郭台銘說 他並沒有跟國民黨聯繫 而且沒有 沒有郭柯沛 不可能跟柯文哲配 當然也有人說 你幹嘛講這麼早 如果你就講說 我有可能回國民黨 我也有可能跟柯文哲談 你就主櫃了 到時候真的有三組人的時候 鹿死誰守 尚未可知 真的 如果三組 你說一定說民進黨就贏嗎 未必 將來的形勢可能會有變化 所以他就應該來找你 這個人生導師 不過顯然 這個郭台銘還是比較 他就說 好 我不會跟柯文哲配 但是也相信朱綠倫會吸取 四年前的教訓 是什麼意思 就是四年前的初選 郭柴銘其實提出很多的建議 比如應該用手機建議 來應該辦幾場證件發表 變成講的 國民黨沒有一件採拿他的 所以他說 所以才搞得後來 大家都不歡而散 所以他說相信 四年前的初選辦法 應該不會像 今年應該不會像過去那樣 他意思是這樣的 但是會怎麼樣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看一下 也許當時年輕氣盛 一時的衝動 我想這個也牽涉到不到 這個道不道歉的問題 我自己可能做了決定 可能沒有考慮到很多 當時的政治情況 右邊以往郭董強勢風格 道歉兩字 雖沒直接脫口 但態度明顯軟不少 四年前他69歲 因為總統初選之亂 怒退黨 連帶讓藍營大選翻車 郭台銘強調 這次他不一樣 時空的背景的不同 這個四年來 我想我也學到了不少 我也不計較任何形式 只要有需要 我義不容實的 絕對的 做出我應有的貢獻 我必須要盡全力 這番我準備好了宣言 郭台銘的心動 明顯轉化為行動 約見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要在總統這帳 先發誌人 應該秘事長最近會去看他 會跟他見面 進一步透露談話內容 郭台銘的確想回黨 但怎麼回 什麼情勢回 還得先和黨達成共識 現在的朱主席 應該會吸取四年前的教訓 那麼他因為訂一個海納百川 而話風一轉 傳聞可能的郭柯佩 郭董直接打槍 沒有郭柯這個議題 我覺得這個不曉得哪裡傳出來 四年前泰宛宣布參選 直接和黨衝撞 四年後的總統路 郭董改為急行軍 但先講能否就先贏 似乎很難說 好 我們就找到 當時2019年9月12號 31個國民黨的大佬登報 標題叫做 團結奮鬥救中華民國 叫郭台銘 要進一步 要退一步 要讓一步 要跨一步 怎麼樣都要放棄一己的意見 要支持韓國瑜 另外你看從連戰第一名 就是連戰 現在看起來帶頭沒錯 發動的 他是第一個 馬英九一路下來 包括吳敦義 吳伯雄 一路朱立倫 紅袖朱 歷代主席都在這裡 沒在上面就不是個咖 真的 基本上 他國民黨時為了這個 你們就算了 你就是我選輸了就輸了 我也沒說要選 你們一定要跟這個東西 這不等於羞辱我嗎 火了你們這些人 這些人你們中間 還不少拿過我的錢 乾脆把黨政退給你們 當時真的是這樣 你真的要講開 大家講清楚 還滿難看的 真的是這樣 來 執行長 對 我昨天跟趙大哥一樣 對他講了說 他四年前 大家都希望他能夠有一個解釋 他說年輕氣盛 就讓我想到 每次我們在做造型的時候 那個化妝師說 我們可以做個復古 我就瞪他眼 我已經鼓了 還要做什麼復古 所以這個復古 只有年輕人才可以 甚至在選完高雄市長的時候 我的小朋友跟我說 你趕快去拍個星象照 我說還有四年 我跟他拍 他說四年又老了四歲 所以你最好現在趕快拍 所以昨天我看到他說年輕氣盛 我想他只是在表達出 他那時候很多時候是考慮不周 可是那時候考慮不周 有兩年多的時間 很多人都在問 如果郭台銘他對於國民黨 還有某種程度的向心力 然後這次也想 就是用國民黨的名號出來 那過去兩年 是否可以比現在 更有緩衝的時間 來展現這個誠意 所以我覺得 當然朱立倫目前 他所講出來都是說 3月4號之後 然後希望能夠聯合 這個非綠的聯盟 只要把民進黨下架 是最重要的 可是大家也知道 國民黨其實被大家最詬病的 就是內部的團結 永遠都沒有辦法做好 所以我覺得或許 郭董他會有很多知識欄 或者大家認為說 他對於能源政策 對於國際情勢等等之類 可能是具有總統的高度 但是還是一句話 當初這麼樣的不好看的狀態之下 離開國民黨 這時候再用國民黨的名號來參選 是否也應該給國民黨 這些選民一個交代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他當務之急 否則如果沒有把這個大家的情節弄好 即使大家主席的徵召 或等等之類 最後是由我們郭董出現 我想對於很多普遍的藍的選民 還有對社會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需要的挑戰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選舉的辦法 總統選舉的辦法 在目前來說 很顯然沒有看到說 你非國民黨員或者是主席 直接的徵召就有辦法 還沒有看到這一項 那如果照這個規定過來的話 除非我們又開了一個不同的部分 比如說銅咒2.0 或等等其他的部分 否則他這個合法度 又如何在這個制度上面 來說服大家 我覺得這有太多的挑戰 大家需要去面對了 來 四哥 這兩天大家都討論這個事情 討論很多 但是普遍有個感覺 第一個 郭董的身段 恐怕腰還再軟一點 再軟一點 他雖然覺得說 昨天說什麼 一時年輕畸勝 情緒來了 但是這個沒辦法說服大家 如果說他沒有 他特別是昨天說 沒有所謂道歉不道歉的問題 我覺得這句話 也講得太直白了 太硬了 當然雖然知道說 你現在民間聲望很夠 但是你畢竟還需要 跟國民黨如果進行合作 如果你要去跟其他黨合作 或者不用國民黨 那都另外當別論 如果說你今天已經走了 王近平這一招 顯然你認為國民黨是 加入國民黨 是你勝選的一個 一個必要的方程式的話 我覺得腰桿再軟一點 如果你就道歉兩個字 說不出來 你也可以說 過去四年 四年前的事情讓大家造成困擾 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其實也有話一句話講 就是話一句話講 而且你除了去看這些 這些王近平之外 你不像一些在市議會的 市長的這部分 縣市長的部分 黨籍縣市長 是未來選舉裡面 很重要的主力 我覺得這部分 你也要去主動去示好 主動去示好 讓大家覺得說 你回來是要 真的是幫國家做點事 是幫他事 這個國民黨 我還覺得他其次 如果這個國民黨是平台 可以讓幫國家做點事的話 國民黨當然是樂於 用這種方式來相互的合作 所以我是覺得要選舉的人 像我們現在選舉的人 不管看到誰 都是低頭低低的 拜託大家 就是拜託 給我們一個機會 然後支持我們一下 我覺得郭台銘 我覺得也是如此 因為黨內對他的意見還很多 特別是很多的 韓國瑜的支持者 到現在講起郭台銘 心裡面還是很不痛快 很不舒服 你不要看 這塊還是很堅持的 還是很堅定的國民黨支持者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 我覺得郭董要自己要化解 自己要化解 但也不能說 朱立倫記取四年前教訓 四年前教訓是哪一個教訓 是中間市長去選市長 之後市長選總統的教訓 還是黨內初選的教訓 還是不團結的教訓 教訓太多 所以到底是哪一個教訓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郭台銘真的要自己去化解 因為最後是你是當主力 必須所有人一起在團結 一起幫助你 所以你的想法 你的動作非常關鍵 來 佳怡 確實國民黨現在的內鬥 浮上檯面 郭台銘也已經直接表明 就是他就是要參選總統 而且王金平其實在 年前的時候就已經說 這個事來了 黨都擋不住 就已經在跟郭台銘 互相唱和 然後郭台銘在他臉書上 還放了一個在過年期間 一個好精品的一個長頭詩 所以其實兩個人之間 已經一搭一唱 可是另外一方面 朱立倫表面上看起來 沒有任何的動靜 可是你會發現說 國民黨也開始有 各地的議長出來呼籲說 其實朱立倫就是國民黨 最好的總統候選人 所以看起來朱立倫 也不是完全沒有參選的意願 另外一方面侯友宜 那更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司馬昭之星 好好做事 但其實就是想選總統 但是他又要國民黨 被動的徵召他 等等的這種方式去參選 這種情況其實球就是 掌握在朱立倫手上 所以現在朱立倫就是 最佳戰鬥位置 一方面郭台銘 要不要回國民黨等等 也要朱立倫說了算 朱立倫如果願意讓郭台銘 回國民黨參選等等 有一千種辦法 可是如果他不讓郭台銘回來 也有一萬種辦法 所以朱立倫他是最好的 他要讓郭台銘回來 或者是要讓侯友宜 參選與否 都掌握在朱立倫手上 可是一切還是在於說 朱立倫自己的野心 到底有多大 所謂的無私無我 到底這句是說真的說假的 如果大家都各懷鬼胎 互不信任的話 現在的國民黨 所最後推出來的候選人 還是會導致分裂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朱立倫自己要參選的話 這件事情很難擺平 除非朱立倫現在就說 我絕對不參選總統 他到現在沒有鬆口 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還是會認為說 朱立倫是不是在為自己在鋪路 有些人 或許把雜盛 去報告 我們就知道 他會被拒絕 在發生了 装不成, 鬆到了